最近的国际消息 印度梦买一处贫民窟内 有一栋四层楼建筑倒塌 造成十个人死亡 十二个人受伤 这一栋倒塌的建筑屋 在昨天遭到了大雨来袭 随后在深夜十一点半左右倒塌 当地的消防队 还有印度国家灾害应变部队连夜救援 目前所有的住户都已经脱困 还原承诺会赔偿罹难者家庭 每户五十万卢比 这相当于是十八点八万台币 并且提供伤者免费的治疗 根据了解当地政府 事前已经要求住户 迁出这一栋住宅 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 目前官方还在追究事故责任